第五十一屆电视金钟奖八号公布入围名单 终是以失群的那一天 穿流之导超级法律王第二季 联手入围十六项大奖 所有入围者和导演十二号大团员一同分享喜讯 由王传一李千娜领先主演的失群的那一天 以肖脑萎缩阵为题材 演员王传一也在开拍前做足功课 对于角色可是信心十足 总而言之非常感谢周美玲导演 还有身旁这么多优秀入围的演员 你觉得演这个角色最能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是心境上面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本来知道做演员 其实不只是只有喜怒爱乐演的好而已 其实很多东西要跟整个剧组的配合 那我觉得这一次拍摄的过程当中 大家合作的非常的无间 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第一时间当然就是谢谢导演 这是需要非常大的信任 那我觉得很感谢他们 《川流之岛》同样得到多项提名 以面临失业的国道收费员为背景 将亲情传播的零零尽致 入围当然很开心 然后也更希望所有的工作人员 跟其他演员 这两位演员可以让人家肯定 希望之后每一次拍戏 然后都会一样这样守到肯定 逢众多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两部好戏 演员们则说保持平常心 入围就是肯定 汪日期望网采访报道 这样期待